我们再来说下面一对相差十岁的恋人 那就是燕坡和李小冉 这对恋人可以说是真的曾经经历过生死恋 在这个燕坡受伤的时候 李小冉是不离不弃地在身边照顾着男友 如今听说两人的恋情已经修成正果 不知道这个消息是否舒适 没有这个事啊 对啊 这个事我都不知道 怎么会有其他人去趟 完全没有的事 李小冉与导演燕坡的恋情 在2010年燕坡被砍成重伤后哭开 之后关于两人即将结婚的消息不断传出 去年7月 李小冉在宣传新剧《今夜天使降临》的开播发布会上 还大方分享了她怀孕的喜事 说李小冉 她是病人 什么都做好 迎接她的准备 我怎么这么讲啊 你觉得你两个人向她去经历 你跟我说过 她有这个准备 我也有这个准备 就在众人准备好祝福李小冉和燕坡 即将迎来两人爱情结晶的时候 李小冉所属经纪公司的艺人总监 附云云的一则微博 引起外界关注 你看小天使也在微笑 不是幸福太短 只是缘分烧钱 幸福的小天使早晚会回来 我们都爱着你 李小冉 就是小冉的身体到底怎么样 怎么说呢 我觉得现在我肯定不太方便替她回答一些问题 但我觉得事后最过段时间大家肯定都会知道的 我想我们肯定也会就是做出一些回信 但是我就是不希望在这种场合 反正事实的时候我们肯定也会告诉大家 流产消息一直未经证实 但即将38岁的李小冉已经到了晚婚晚育的年纪 最近几年也一圈喜事不断 艺人们对于结婚生子等话题也变得乐于与公众分享 不知道旅传婚讯的李小冉 今年会不会给大家带来好消息呢 结婚这个事今年会提上任职吗 我觉得都没有时间吧 因为现在小冉的工作已经安排到年底了 然后估计都没有时间来做这个事情 生活嘛 不管怎样 在这个家人有约的日子里面 我们还是要送上我们最真挚的祝福 祝福天下有情人都能够终成眷属 祝福天下有情人都能够终成眷属